好 我們回到課堂上面來 我們接著就是來看導師 變異這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的這一種認識分別 就是有兩類 一個是如理跟不如理 那不如理這邊主要 到這個經論裡面所說的 就是指外道的思維 那這個他們的思維是 因為他們所聽到 是不正確的道 也就是其他的這個宗教哲學 如理就是佛法 就這兩種 那當然我們如果在細分的話 就是在佛法裡面 我們也會有這一種 如理跟不如理的一個情況 所以不一定就是 從理想上當我們聽聞佛法 就是最好能夠一直佛法的開示呢 能夠去了解他的道理 然後改變我們的身口一三頁的一個活動 但有一些他就不一定 就他會 這跟心態也有一些關係了 就是說如果我們抱持的一個心態 就是我們經常 去想 因為這一句開示 他要傳達什麼樣 能夠進化我們身心的一個道理 而不要自己去想 而不要自己去想 就是說我們去去理解 他應該 要傳達什麼樣的一個訊息 就是先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在心裡面生起 他竟然會比較不會就是 這個忘文生意 或是以自己的意思去去理解 然後別人都錯 自己的才對等等 所以一定要記得就是 每一個人的理解 都有他的一個角度 然後我們自己當然也是一種角度了 那當然這種 樹葉有專攻 文道有先後 但有一些他 像我們為什麼會依著導師的開示 而比較沒有依其他的 這一些古德 但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就是 導師 他一個就是他以這一種 一生的這個生命奉獻在 這個三藏的這個溫師 然後去整理 去把這些道理的一個深意把它絕發出來 所以他已經騙然 所有他能夠看到的 至少在《大藏經》裡面 他全部都看過了 他這種看過大家不要以為好像 在這邊看風景這樣子來這邊到此意有這樣看過 不是的 導師在《大藏經》 他手沒有停過 他邊看他是有在做筆記的 他邊看他是有在做筆記的 然後閱讀完之後 然後再去整理他這些筆記 所以在《大藏經》 所以在導師所注席過的幾個重要的道場 他都留有大量的筆記 他這筆記不只是一種文字還有一些圖表的 我們有看過一些 所以第一個他導師 他古德他們沒有辦法看到巴黎藏 他們有看到一些神文的 他們沒有看到巴黎藏 所以他們所得到的一些對佛法的一個掌握 沒有導師全面 但是也不是說他們所說的就不正確 不是的 就是至少導師能夠讓我們少一些冤枉的時間 就是依著導師的開始 當然導師他的一些開始 也有他不同時期的一些體會跟理解 在導師的著作乃至他個人 在學他的學生或是弟子們或是後輩 有去請教過導師的這些問題 導師沒有去修正他以前的 沒有去改 沒有去改這一些 他以前所著述的這些著作的內容 他說他那一些內容就是他當時的理解 他就保存下來 那後來他有新的理解 他也把它保存下來 他就是如實呈現 他不會用後期的理解 他去改前面的東西 基本上導師他在還在的時候 他有這樣的一個開示 應該書中也有這樣的一個相關的內容 好所以那他有提示一個一個準則 他不一定都是一層不變 就是說一些見解如果有不同的話 那會以後期的 他覺得後期的這個見解會比較是 他認為比較恰當的 基本上是這樣子的 但有時候我們在讀導師的詛咒 他後期的見解 早期的見解 因為我們覺得都很有道理 乃至於從某個角度或意義上來說 所謂早期的這些見解更有啟發性 所以所謂好不好 就看不同的角度等等 所以就是這些道理呢 我們就是主要就是意著導師的一個開示 所以佛法的道理是什麼樣的一個意義跟內涵 那一定要去清淨善事或善事所的一個著作等等 我們就是這樣去學習 這些佛法這些道理 然後慢慢慢慢的通過導師的這些開示音道 然後內化 然後去實踐 然後讓身心產生一種穩定的一種正面的一些能量 那這個就是如理 才能夠如理分別 要不然很多情況都是 就是指此而非他 就是認為自己才對別人都不對 導師的書有提示了一種觀點 就是不同的見解 它背後有一個意義在 那些意義有些它各自有它的一種 它能夠啟發修行的一種功能作用 那就是去了解它為什麼要這麼說 那這麼說的好處在哪裡 它當然也有它不足的地方 有時候是這樣子就是我們要這個詮釋佛法 那在佛學院訓練出來就是要講的精準 那精準有時候我們就不敢太使用日常生活的這些語詞 那這樣就會變得很多人聽不懂 或者是不接地氣 那如果你要接地氣的話呢 講得很通俗 很容易懂 那會把一些事情太這一種單一化 就當然容易懂 但是它其實整個完整的意思不只是耐心 但是確實容易讓大家懂 大家能夠覺得理解 那這樣它可能會有很多的聽眾 但是它所傳達出來的訊息可能是不完整的 那不完整也有可能會引發那種誤解的等等之類 所以有時候它會有一些 就是從一個說法者的立場來說的話呢 它會有一些困難 但是總之啦 我們當然開始先學容易聽懂的 慢慢慢慢我們要知道 這些容易聽懂 它都一定是把道理把它簡化 我們才能夠懂 那完整的道理不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慢慢要去提升 當我們慢慢的善根比較純厚的時候 智慧比較提升的時候呢 大家要知道 要慢慢再去對 就是對這一些道理一定要再更深入 也就是說要了解 這些道理不只是這樣子而已 還有更深的 這個有不同的層次 慢慢慢慢去學習 然後去提升自己 所以如理思維 在這邊跟不如理思維 在這邊主要是分外道 聽外道的教法 還有外道的思維 那如理思維是佛法 弟子聽聞佛法的道理 所隐身的政見 那他會這個佛法中的弟子 听聞這一些佛法的道理 會不會隐身非政見呢 但也會難免嘛 在從實際的一個情況當中 是會有的 是會有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那怎麼樣才能夠去減少呢 我們應該去問這個問題 就是怎麼樣去減少 那盡量去依著這個善知識的開示 然後依異不異於 就是依法不依人 然後依異不異於 然後再依了意 就是甚至是開始有時候是方便說 有時候是了意的究竟說 這個要去了解 然後再依治不依事 那這有時候就很難分辨了 就到底我們現在有沒有治 還是用是 那當然這個我們還是可以去 有一些區別的啦 就是說所謂的治呢 一定是跟真理相應的 那是呢就是跟煩惱相應的 所以當我們在產生一種 見解認識的時候 如果會引發煩惱 那就是事了 如果這個見解 能夠讓我們先安定下來 那這個就比較是接近治 或是佛法的這個三慧 就是聞所成 事所成 修所成 這三慧 這三慧也可以名為治了 就是所謂在惟世稱為加行 這個層次的無分別治 無分別治有幾類 一個是加行 加行就是聞事修 根本就是體悟諸法事項 加行根本的厚德 厚德就是體悟諸法事項之後 然後應用一些方便的智慧 就是應用 就是心比較清靜 然後再根據過去所學的這一些 立他的善巧等等 能夠去立他 叫厚德無分別治等等 好 所以在如理 這佛弟子在聽聞佛法 他也會有這一種 難免或多或少這種不如理 那他有什麼像呢 就是會跟煩惱相應 會心比較不平靜 分分不平 睡不著等等 那如果是如理相應 就會比較心安理得 不要跟煩惱相應 那身心會比較愉悅等等 會有這一些相來顯現 所以去檢測如理不如理 基本上 這種快樂是一種平靜的 他是跟著平靜 喜悦 大家自己去體會 有些的快樂 他是一種躁動的 就有些人 他欺負別人成功了 他就很高興 泱泱得意 那也是一種樂 但是那一種 被伴隨的那種不安 就是 他是一個很複雜 那心是一種 他不是一種平靜的喜悦 所以大家去分別 做壞事有時候也會 也會生起樂 就是這個是不正常 不正確的 一般做壞事都會覺得guilty 有罪惡感 他有些 他會有那一種 滿足感成就 這個是錯誤的 但是那一種錯誤的一種 那種樂 他一定是帶著這一種 煽動的 大家慢慢去體會 一定可以體會得出來 慢慢慢慢大家就知道 什麼是如理分別 什麼是不如理分別 那一定要去 去讀這一些 開示的這一些言教 言教是這一個 如理思維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根本 這個教的體呢 就是這個聲音 古代是聲音 是用說的嘛 那現在有文字就是 這個聲音跟文字 語言文字等等 好 所以 大概我們就講到這邊了 如理思維跟不如理思維 就是這樣子 好 那導師說 這個三者呢 他 引分別是種 如理 與不如理 是別 一分別起的這一個 而思想 學說的 的這一個 邪正而分別 而不像前四五種 是有情 巨生的分別 所以為什麼前面 會有這一種巨生 這邊要跟大家說明 為什麼在標題上面 會跑出這一種巨生 就是導師剛剛那一段話 那這個是四跟五是巨生的 然後五 就是六七八呢 六是種 七跟八是別 那這一個一則分別 第一個分別 是這一種 非政法類的教說 或是政法類 的這一些教說 這是別人的這個分別所起的內容 可以嗎 然後起的一分別而起的思想 學說 就是他人 思想 學說 整個 非政法類或是政法類 的邪正而分別 那這個而分別就是隐身的 依著這個而隐身的正見 或者是 與其中生起的不如理 所以意思是這樣子 老師的這個文句 有時候一個語詞很長 學說 學說的邪正 他主要 依著邪正 而分別 那這個邪正 前面有一長串子 的這個修士語 是這個 分別 一些生起的思想 學說就是這些道理是 是一種去去了解 所以不同教派的這一些先知 或是古德 或是賢聖者 他們的體會然後是開示出來的 那他們的體會就是一種分別 然後開示出來就是一種思想 學說等等 或是再透過後人的整理 好 所以這個是一種 六七八是這一個 這一個就是跟四五不一樣 四五是巨生的 巨生的這種分別 然後這一個 四五呢 四五是巨生的 六七八是 是依著這一種分別而起的 別他人的分別而起的學說 去聽聞到這一些 或是 閱讀到這一些道理 在起的一種分別 好 所以我們要這個如理分別 一定要以著 正確的開示 那剛才已經說過 我們主要 還是要回到經論 那經論 很多的基礎就是透過導師的開示 因為導師的開示當中 引了很多經論 我們把它抄下來 當我們在讀那一部經的時候 那一些經的時候 這些開示就可以幫助我們 去了解這些道理 比如說法華經 開示 誤入佛的知見 這個知見很難了解 佛的知見 佛的什麼呢 導師的開示 其實就是佛的覺悟 這個正覺 所謂的知見就是 佛依著他的正覺 然後 這個對這個事件 所產生的 這一種認識的 所以依著清靜的智慧 所產生的認識 那就是整個佛正覺的一個內涵 那就是佛的知見 或是菩提 佛的覺悟 佛的菩提 所以侮辱佛的知見 就是侮辱佛的覺悟 也就是去誤佛的 無上正的覺 就是阿鳥多羅善的善佛 比如說 所謂的開示 這個誤入佛的知見 就是讓眾生能夠 跟佛一樣的一個意思 要不然去讀這一些 這一種經的文字 你不太容易去跟其他道理 把它整合起來 其實經很多都在講同樣的道理 但是他所用的這個 語言文字的一個傳達的一個 陳述的方式呢 他會有所不同 那導師在整理這一些 佛的佛教的經論的典籍 他都會把它串連在一起 比如說這四欲流之 他就會跟 八正道 就是如理師 我就跟八正道的正思維 把他整合在一起 會把它又跟文師修的思維 整合在一起 那思維又包含了實踐 就是身與意 正與正也正命 這個都是導師透過不同的開示 當中 因為某一些開示 他比較著重某一個面向而已 那其他沒有講 我們不一定知道 但導師把不同的相識 就是同樣課題的開示呢 把它整合起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一主題的一個完整的面貌 是怎麼樣一回事 那當然也不是說相關放進來 就一定是如何 這都要去檢測 導師已經檢測過 然後認為這樣的一個理解 它是一個符合 佛的修行的一個意義的 所以我們很多東西啊 我們看到這一部經這麼說 那部經這麼說 用語言文字不一樣 導師說這可以把它連在一起來看 那我們就會得到一個 對某一個修行道理更完整 更準確的一個實踐的 這一個內涵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得到如理思維的一個法意 好 這大概就是這樣子了 所以如理思維很重要的一個基礎呢 就是這一種去閱讀這些開示了 讀不懂 讀不懂 不要氣餒 多讀幾遍 慢慢慢慢 要有耐心去讀 如果沒有耐心 那已經跟這個如理思維相違 如理思維就是心要平靜 你心不專心躁 那你所有的這一些接下來的去問問題 你聽進去都是跟這個躁動的心是相應的 你不會入心 所以慢慢慢慢先自己去練習 去理解 心靜下來 第一次讀不懂再讀第二次 第二次讀不懂再讀第三次 那我們的學習過程也都是這樣子 好 再來第九種呢 第九種就是執著分別 那導師這邊有說 這個是不如理做一類的 進一步的開展 就是這個撒迦也見為本的 而起的六十二見去相應的分別 就是這一種認識的活動 思維的活動 那這個六十二見去主要是 聲文教典裡面 會不會看到的這種 撒迦也見為本的 這樣的一種六十二見去了 好 那以我見為主體呢 引起六十二種不正確的自見 這個意見 所以就叫做見去 那就是各這個去見去呢 你看 角度三十六有 有一些說明 這個見去就是去求 就是去去求這樣的一個我 的這樣的一個去 這個見是去向於某一個方向的 去求 然後再來就是它是去向生死的 那這個見它是會去向生死 就叫去見 而見去 對不起 好 那這個去又是 就是這個歸處 歸處 歸處 就是 這個見它都歸向這個我 五去是有情的 有情歸到處 六十二諸見 所歸到的處 六十二見是諸見所歸 歸就是六十二種是一個代表 世間的這個見解不只是六十二 所以這六十二呢 是一切諸見的一個歸處 就是歸納 都可以歸納在這一種 六十二見 那這邊要注意 佛法當中有些語詞 它的使用 它是有前提的 如果沒有 這一個加上 比較正面的一個形容詞的話 那見這一個字本身 它比較著重在錯誤的 這個意思上來使用 那如果加上 這些正面的形容詞 比如說正見 那它就變成正確了 那如果沒有這些形容詞 它本身 它比較會是負面意 所以諸見就是一切的錯誤的見解 而不包含這個正見 所以大家有時候要知道了 就是因為在泛語的這個見這個字 它經常在使用的時候 它會比較是負面意 其實我們中文的一個使用 也有這個習慣 就比如說這個業這個字 業其實是一個中性的 它可以有善 也可以是有惡 還有這種無際的 所以這個業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但是我們一般在講說 你這個人造業 絕對不是正面的 你聽那個語氣你就知道 造業一定是那種不好的 所以我這個 我這個身上這個業力 就是這個業力爆發 業力爆發一般都是指 就是一個人 你去遇到一些比較不好的自作自受 業力引爆 就是這個都是你的業力引爆 那這種引爆都是比較 這一種說明在講 這個業引爆 業引爆有時候是善就是福德來了 但一般我們講說 現在終於 現在終於 常受到業力引爆的一個結果 它一般在這樣講的一個 這個情境都是比較是負面的 惡業的這樣的一個引發 好 所以就是在語詞的使用 有時候它會有一些習慣性的一個前提 有時候有些正面的語詞 也會變得負面的 之前有舉過 因為有些人不想罵人 那就是有些師父說你盡量連罵人都念佛 所以有時候這個佛號會變成罵人 一個意涵在 比如說我們有時候會聽到 你這個人真是阿彌陀佛 不是說他是阿彌陀佛 是說他做的事情真的令人乏指 但是又或是要講很難聽的話 他又被教導說 你盡量不要去講那些不好的話 因為他會回去 所以盡量都講一些比較好 就是念佛 連罵人都在念佛 這個人真是阿彌陀佛 這個其實就是很糟糕 或是很惡劣 或是很什麼各種不好的字眼 但是他又不好意思說 或者說這個他有師父叫他說 你盡量不要去使用這些語言 所以現在變阿彌陀佛 也是一種帶著負面意的一個情況 這是好還是不好我們不知道 就不要去講 就是就不要去起這個起心動念 這樣就好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個人是不太清楚 他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就是說連罵人的話 都用阿彌陀佛來取代了 這個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這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到底要不要去這樣去教導 好我們接著往下看 好那這邊導師有說六四二件 是以五運的三世來分別 比如說色是我我有色 色屬我我在色中 那這裡 這裡就是色是我一句 我有色 這個一二三四 好那就是這四個五運 五運就五四二十嘛 三四 好色運四句 受想行事也四句 總之二十句 那導師有說第一句是我戒 後三句是我所見 好也就是我跟色是不同的 或是五運也不同 好那在約三四相成 過去二十句 現在二十句 未來二十句 就成六十句 再加上根本的生意命意 它是長 生意命意是斷 那就成了六十二件 那它這邊有個圖表 那它舊的圖 這邊有個斷 因為這個圖之前有錯誤 那後來有用一個圖卡把它遮掉了 那這個命意生意就是 命跟生呢是不同的 那這個生就是五運會敗壞 五運敗壞是生滅法 但是命它不會敗壞 所以它是長 那命意生意就是命跟生是一個 那所以這個生五運會敗壞 命也有跟著還 那就結束了 所以這個是斷間 所以六十二件 基本上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斷 這個是長 好 那再來 大家知道這樣就好 再來就是要進到第十個了 這個 煽動分別 好 那第四個 煽動分別 這邊導師說 這是大聖不共 所對峙的四種分別 前面九個呢 可以是跟聲文有共通的一個意義 那這是大聖不共的 所對峙 這個分別就是 比較是一種不正確的分別 還有對這個分別這個字呢 在佛教的這些典籍的使用 分別基本上它也是一個 本身是個中性語 它就是認識 但是它比較多是使用在 在錯誤的認識 這個意義上 比如說我們都說這個 分別心很強 是什麼 錯誤的分別 帶著執著的 分別心很強等等 好 那所以呢 這個分別其實就是一種錯誤 煽動其實前面都有 呃 呃 這個 說明嘛 都有一個語詞 煽動本身是比較負面 但是 顯現啊 原相啊 這些都比較重 你看其實也是帶著一種 一種 一種 比較是 不完全正確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 是 這個 這邊所說的分別 好 那 呃 這邊呢 導師有講這個散亂分別 什麼意思 散 散 散動分別 散動的散就是散亂 那 那動是流動 散動分別為障礙 會使無分別制不得現前 好 那這個無分別制不得現前 那 他當然可以有不同的這一種層次的無分別制 好 那當然比較 我們修行要達到的一個 比較核心的無分別制 是根 叫做根本無分別制 根本 根就是樹根的根 本末的本 根本無分別 他就是無肉的智慧 特別是在這一種 止觀狀態 然後 如實觀察 所隱身的這樣的一種 無肉的智慧 好 所以 因為這個散動分別為障礙 無肉 無分別制 就 不現前 那 使我們不見諸法實性 好 所以 這邊的無分別制是建築法實性 的一種智慧 那建築法真實性就是無肉的智慧主要 好 那大波爾經中說的無分別制 就是對之之的 散動分別的 無分別制是因為 散動分別沒霸現前 這邊的無分別制 又是對之 散動分別 那這裡面他就應該是兩種不同的層次了 那无分别制 它有三类 一个叫加行的 那或许能够对峙 这三动分别 就是文师修 这三种加行的无分别制 那它做对峙 然后对峙 这个煽动分别 能够成功 那就能够使 根本无分别制 能够限起 接着导致说 这十种散动分别 就是接下来的 这十种散动的分别 有不同的名称 有十种 是依大波罗经而立的 大波罗经里面的开示 就是要去对峙 这十种 依他而立 而大波罗经没有讲到 这十种 但是大波罗经有讲到 这十种的对峙 但是没有透过解说 我们不会知道的 那这个是 维世他们的一个 很独到的一种 对这段经文的一个理解 好 再来导致说 虽然整个大波罗经 都是遣除十种分别 而观学品有一段文 说的特别具足 这边的十种分别呢 就是所谓的 就引波罗经的经文 波罗经的经文 是 是 鉴于无性事的 那 因为这边呢 这边是 论要解释经文 所以 论所引的经文 这样来 来这个 来对呢 好 他会 比较 精准 当然 玄奘他有 翻这个 六百卷的大波罗经 六百卷的大波罗经 有十有菩萨 这一段经呢 在初分 二分 跟三分 那这个都是属于 比较是 大品类的 大品类 那初分 他有十万寿 那这一导师的 归叫上品 然后呢 就是 二三分 叫做中 中本 然后 四五 是下本 这个上中下 就是经文 就是经文的长短 比较长的 名为上 就是在 这三类当中 比较中间 长度的 叫做中 本 那比较短 叫做下本 以前 以前我们在学 这个波罗法门的时候 就会学得很 有一些混淆 因为 这一个 导师所说的 这个中本 有时候又用中品 那古德在说明 这个摩赫波罗 波罗密经 在导师 归类为中本 或中品的 这个波罗经 他又有一个名字 叫做大品 很多名字 讲在一起 我们以前都弄得 迷迷糊糊的 好 我们现在 大家 这个 心静下来 听清楚 导师的术语 就是上中下 导师所用的术语 没有大 所以上中下 是导师 把 这个 经文 有一些 重复 或是相关的 这一类的 这一类的 波罗经 导师把它分成 上中下 这三类 那中 中的这一类 有时候用中本 有时候用中品 那这一类的波罗经 有一部叫做 摩赫波罗 波罗密经 在中品 或是中本的 这个类别的 波罗经 有一部 是 纠摩罗史 所翻译的 摩赫波罗 波罗密经 它在古代 又被称为 大品 古代的大品 就是在导师的 这上中下 当中的中本 或是中品 古代为什么叫大品 因为古代 还有一部叫做小品 小品 所以古代对波罗经 有这个大小的 的一个名称 大品波罗 小品波罗 那导师为了不混淆 这一个称呼的系统 他用上中下 那中品或中本 是这个古代 所被称为大品的 的一种类别 大品是归在中品 或中本波罗 这个类别 那小品呢 就归正在下本 或是下品的波罗 所以导师的系统 没有大小的名称 只有上中下 那大家只要知道说 古代的名称有大小 那大对应到导师的 这个系统是哪一类 这样就好 所以导师的系统 没有大小 只有上中下 那因为还要对应 古代的这个命名呢 古代的命名就有 大跟小 好 那接着呢 就导师就引了文 这个第一个是问 菩萨应该怎么样来实践 来实践波罗的关系 这波罗 波罗密多 就是波罗的关系 从这个脉络来说 那这边大家稍微 就是标记一下 这边也顺便帮大家标记 这个是一 使利弗是菩萨 使有菩萨 这是一句 这是对质第一种分别 五项分别 那再来这个是第二句 第二句 不见有菩萨 再来第三句 何以故 色自信空 然后在这个第四句 不由空故 然后呢 第五句 色空飞色 色空飞色 好 那再来第六 又分成6A跟6B了 这个6 就是色不离空 就是色不离空 色即是空 色不离空 这边我们用6A好了 然后色不离空 色即是空 色不离空是6A 色即是空是6B 是第六种 是三动的 然后呢 何以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这是6B了 然后再来第七一个 何以故 何以故 舍利弗 此但有名 为之为色 意思到 为之为色 这是其 然后第八呢 此自信 无生无灭 无染无尽 这个是8 然后呢 甲利克明 别别与法 而其分别 这是9 然后呢 甲利克明 这边 随起言说 那这个是10 如是如是 生起执着 如是如是 生起执着 应该就是 就是总结前面 这十种情况 所以这十种分别 大概 就是这样 的一个内容 十种分别 就是这一段经文 就对峙这十种 也就是说呢 这个 每一句经文 他分很细 这一句经文 在对峙 散动分别 然后不见有菩萨 这个是在 不是 第一个是无相分别 对不起 那第二个呢 那后面 我们会解释 总之我们先把它 表示出来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情况 那后面是总归结 前面的内容了 好 那这边呢 我们在开始解释 波尔经之前 我们接着导师 等一下 就是我们先看第一个 因为我们这边的角度 有引了导师 根据中观的一个 的一个角度的一个解释 我们这边考虑了很久 就是到底要 要怎么来谈这一段 因为我们希望把两种解释都 把 把这个意义都传给 大家都能够明白 也就是 维师它是一种理解的角度 那中观 或是导师正在中观 的一个立场 他也提出了一种 理解的一个方式 好 那可能我们先 先谈 先谈就是 如果不这么理解 中观的一个角度 会怎么理解 我们先抽开来 先抽开来 那我们很快的 大概讲一下 那详细 因为时间 其实也差不多了 我们把时间 留给大家来 来讨论 好 我们先把这一段 讲完 总说这一段 他说谁 成谁恶意都引证 大博的经文 但是卫义 没有 也是没有 为什么也是 因为 玄奏义的 这个 世青世是没有的 所以卫义 也没有 除了 目前我们看到版本 是没有 那 这卫义也没有 那 前面为什么会有呢 前面是 且饮 就是 别的论友 的内容 来 来 来把它 因为要解说上的方便 把它放在这边 所以这个不是 世青世里面 以后 它是五性世 那角度里面 有讲到 导师的原文 没有那么多了 导师的角度39 只是现在 且饮 博而经文 所以这句话 什么意思 表示 原文没有 且饮 我就是为了方便 我在这边 来把这个 拨人经文把它放进来 好 那这边 导师说 还有 呃 陈水二异 这到底是哪个 翻译 大家去看前面 前面有 假 陈是真理的 那水应该是 大蒙集多的 好 那都有隐证 但是有些 没有 那导师 这边引的 其实是 五性的 论事当中 玄奘翻译的 这个版本 好 那导师 为什么要用 五性的 这个版本 一个重要的 因素呢 就是 因为 导师所用的 这个解释的 一个主要的 依据是 玄奘翻译的 世青诗 他是玄奘的 译文 那你如果用 真理 跟其他的 他的经文 会有 文字有落差 那因为 五性诗 世青诗 都有 玄奘的翻译 所以玄奘在翻译 这段经文 是在 诗文里面的 一个 引述的 文句 他会一致 所以这样 才会一致 配得起来 好 所以 这一个 就是导师 引的是 五性诗 好 那导师说 维斯学者 把这一段 经文 配对 配为 对质 这种 善动 那这是 维斯家 对 布尔经的 一种 见解 也就是 不一定是 这样理解 那布尔经 有这样的 理解 那我们 可以参考 这样的 意思 那其实 导师 也有 对 这一个 相当的 的一个 内涵 有作为 一个诠释 在角著的 四十一 啦 那这部分 我们就下一次了 下一次了 我们再好好来看 导师 这边有 好几个角著 在谈到 这一种 煽动分别 那讲到 实有菩萨的 情况 导师的著作 很多地方 有引述 好 那这个部分 我们就下星期 因为这一讲下去 会很复杂 大家可能会有点头痛 下星期 大家可以用两天的时间 慢慢去咀嚼 这一段 就是导师在解释这一段 波尔经 我们也是看了好多年 慢慢慢慢才 感觉 比较清楚 导师想表达什么 那也是透过 在不断的阅读 还有导师其他相关著作 的一些学习 慢慢慢慢的累积 比较清楚 那我们 会分享给大家 大家自己 再去检测 抉择 看看有没有道理 那这当然是我们 的一个体会 理解 就是导师的解释 那我们先看 导师 一的中观的立场 怎么解 那我们再来看 这个维世的 就是他有一个 前后期 这样子可能会 对大家 可以比较有帮助 因为这一段 到你有两套解释 个人是希望 这两套都能够 传达给各位 那他怎么样来 来进行 思考了很久 那最后就决定 先看导师的 那再来我们再看 这一 维世的 那这样可能会 比较 比较完整 不会太混乱 我们今天时间到了 那 接下来的时间 就是 问答的环节 好 谢谢师傅 如果您想提问的话 请您举手 或是将问题 写在聊天室 师傅 在聊天室 有个提问 哦好 我把问题 把这 剪出来 嗯 这些问题 都有点困难 好 这边讲到讲义 十六页 我就是 根本分别 维系不可知 所以不说 根本便义 那他这边说 根本分别 是不是指 意识 就阿赖也是 阿赖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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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子如暴流 的阿赖也对 没错 他真的是 维系不可知 瑜伽师地论 也是这么说的 就是 一切种子如暴流 我与凡于 未开眼 恐比分别 直为我 对 就是阿赖也是 的一个活动 其实是 汉维系的 不可知 不可知 形象跟所缘都不可知 他活动的一个样貌 跟他所缘的一个对象 他缘的对象就是 这个 维系是有讲 但是他所认识的 那一个 比如说 他有讲到 这个气势间 还有种 气势间 好像还有种子 那这一些所缘的 像 是 就是他所认识 到了那一个 虽然叫气势 简单 他所认识到 那个 那个层次 只是 维系不可知 还有他怎么认识 的一个情况 也不可知 好 他因分别 尤其是如理分别 是否也是 相不离间相依见弃 基本上 我也是都是 是这样的一个 的一个理解 这样的一个理解 但这个像 在教法 这一个层面 他又有分 法界等流 跟非法界等流 所以基本上 非法界等流 他比较容易 引发错误的 那法界等流 他比较容易 引发正确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也不能 保证 就是 大家读到佛经 都能够正确的 如理思维 那基本上 他是约多分说 约多分说 好两个问题 不晓得有没有 回答到 尤荣居士的 疑问 有 感恩师傅 我觉得这个 尤其这个 他因分别 如果是 相不离间 相依见起的话 那我们真的 就是要 一而再 再而三的 熏息 每一次 熏息的时候 他在 种子现行 现行在 反熏种子 要一次一次的 往那个正确的 方向走 那最终才会 脱离那个 骗迹所执行 所以这样 师傅的讲解 我就 我想 我可能想的方向 大概是对的 是 确实 对 其实我也是 道理讲完 他还是教我们 要多闻讯息 就是 这一些 杂人总是要 不断反复的 多闻 多次 然后持续的 原理讲完 他的操作的 的一个 步骤 其实跟 中观一样 就是 都要多闻讯 就回到 这一个 阿涵静的 教学 这个 清净善事 听闻 正法 如理思维 听闻 正法 如理思维 证件 才会 升起 大概是这样的 一个情况 好 不想 他没有 其他的问题 请周景师姐提问 师傅 我提问一个 可能比较 幼稚的问题 就是 就是 讲到 这个 如理思维的时候 自己天天 这个 分别识 我觉得 就是我们的 一个 就是一个 认识事物的 一个过程 那我在想 就是 比如如理思维 我学到的 好多东西 就按照 维时来说 这种知识 是储存在 大脑里吗 那我 我这两天看 眼陪法师 讲的一个 中观 论诵的 一个讲记 他在讲 这个业和 记忆的时候 可能是我理解的 不到 对不对 不是在 身体里边的 好像是在 虚空里边 然后我们 是根据 某种 像 持细力 一样的 当你 意义 某件事情 的时候 然后像 有一种 持细力 然后 何须空中 原来的 一个业和 记忆相 连结 其实这个问题 我一直是 比较困惑的 我想 请问师傅 就是 像我们 这种业力 我说过的话 做过的事情 包括 我学到的 一个知识 那他在 维时上 他在 意识 在维时里边 就讲到 他这个 作用过程 是怎样的 我可能描述的 不太清楚 因为这个问题 我也 比较糊涂的 就想请问师傅 一讲 好 我再稍微 澄清一下 我刚刚对您 问题的一个理解 就是 我们所学到的 这一些道理 特别是记忆 那它是储存在哪里 对吗 你的问题 对 包括我们的业力 对 因为如果说 是储存在大脑 那大脑在人死之后 他就 结束 的活动了 那这些记忆 怎么会延续到 下一生 对吗 好 所以导致说 阿赖也是 他是一个精神体 精神体 然后 他是储存 这些记忆的 一个 处所 那这个不是我们 我不晓得 现在能够用什么东西 来 来比拟 每个众生 都有一个阿赖也 然后呢 彼此阿赖也 他又会有一些 相互的作用 比如这个世间 是大家的阿赖也 每个人有贡献一分的 所以大家形成 就是工业嘛 所以形成这个世间 所以大家看到的 这个情况也会 都基本上一致 就是你的描述 我的描述 大概不会差太多 就是如果大家的一种 语言的使用习惯 差不多的话 他描述出来 也就是这个世间 就大家所 阿赖也是所 所投射出来的 就是在上一期里面 有讲到这件事情 那你说是虚空 中观其实他 不太去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 他有一个前提 就是我们对这个世间的认识 就是这个空间 这个空间跟时间 比如说 就是说 这个人 在这边往生 结果 跟这个人有关的 这个新生的 这个婴儿 往生之后 其实是入胎 假设中间 就是没有太多的延迟 假设是一种 有一个距离 或是他方的一个国度等等 那 大家会觉得说 这边 这一个人往生了 那如果去 他父母亲 假设在遥远的国度 他应该会有一些时间 应该不会马上 那 但是这个是有个前提 就是我们是 这个思维是在 我们对这个 这个世间的一个空间 就是从A到B呢 他要一个时间 那时间也有一个 对于时间的一个概念 但是呢 那这个里面 他带着一些错误的前提了 也就是说这个空间 我们看到是这样子 之前好像有讲到一个 在科学理论当中 有一个叫虫洞 比如说我们有一张纸 对不对 那蚂蚁 要从这一个 这一端 走到这一端 要有一个时间嘛 那这个是一个 一般的空间的概念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 把它叠在一起 还那一点就是 此方就是彼方 不晓得 你可以理解这样的一个 就是我们的一个 认知上 其实是已经 对这个世间的空间跟时间 已经带着某一部分的一个错误 所以我们在设想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前提 错误前提之下 就会有一些想不通 那其实 它这个世间是一个 不是我们所理解的 这样的一个样 我用辟语的 真实的一个情况 那导致说 因缘和合 就在某个地方就升级 它没有空间时间的一个 所谓的A点到B点 这样的一个线 只听了懂吗 大致 对 这个要去体会 这个有时候 就是有时候我们对某些问题 那我们有时候会尝试去诠释 有时候真的 不是能够理解 有时候我们会用另外一个方式来 来劝导 就是说 你不去理解 这是怎么一回事 但它还是在发生 因果相续 你只要确定这一件事情 你做的善 它会延续 做的恶也会延续 你要让生命的层次更好 你就要多做善事 这个善事里面又不同的层次 就是跟烦恼杂染的 或是烦恼少一点的 或是更少的 没有烦恼的 这种善又不同的层次 你要让生命层次再更提升 那你就是要往某一个方向去实践 那为什么要去提升生命 当然是对自己 我们不要受那么多苦 生命提升的苦就会少 那还有这个世间的众生太苦 我们也不忍心 看到也不忍心 我们要去解决 减少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要去提升自己的 这一个生命的层次 怎么做 就是这样做 你不管理论怎么讲 它就是在发生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知道理论也好 不知道理论也好 它都在发生 这样子 懂意思了 我明白 师傅讲的 就是我不是要把一些东西 一定要弄清楚 然后就相信这个因果 什么就好 可以说 师傅 我再问一下 就是我也大致理解您说的 实际上 这也可以说我们每个人的 阿赖爷爷可以像一个大数据和云端一样 就是 就是 是混在一起 但是呢 它还是有一点规则在里面 对 就是说当我要取我的资料 我会取得到 你不会取到别人 但是它在一个容器里面 好像就是 就是它有一个逻辑 让我们使用者可以对应到自己的 对 的 的 但是你如果把它 看作为一个东西 它里面就是摆着不同的 就是混在一起摆嘛 对不对 但是我们在用手 就可以去对应到它 类似了 对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 我们就不去管它了 但是就是反正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和规则 我的业力 我学到的东西 还有这种分别啊 等等 反正就会用某种力量 会去把它吸引到我自身 联解在一起 联解在一起 对 就是因果它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深信因果 就是佛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 但是因果它有时候它是复杂 所以我们在学说 如是因如是果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做这个恶业 因为它恶业 它就会有一个恶果 对不对 但是从恶业到感果中间 它其实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 听了懂吗 当中就是原来那个恶业 在经过不断的 诸多的种种的 善跟不善的恶业 在综合之后 这个果它是一个综合的结果 它已经跟原来那个恶业 就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如果纯粹是恶业的话 它是对应某一种样态 但是这恶业它又不会是单独的一个状态去赶过 它已经是跟着其他的不同的央当的业 它会有一个综合的一个 所说会产生一个综合的一个结果 懂意思了 所以我们造的业 恶业我们当然要忏悔 那忏悔之余 我们要多做善 然后这做善不是说这个恶业不会引发 而是说引发的时候可以重抱禽兽 懂意思了 总之它会引发 那我们也不是说为了要逃避这一种苦恶果 才去造这个善业 这个心态要去把它摆正 就是说我们这个恶业会产生苦果 那这个苦果会让我们导致更多负面的 这种身心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去修行去增加善业 是让我们的这个善业可以比较稳定 不会因为恶业的升起而变得更差这样子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败灿 不是说要去逃避 而是说我们要去面对的 但是在这个面对过程当中 我们希望目前这样的一个善的一个修持 能够延续 那如果能够轻受的话 它我们受到的打击 或是这个退的一个力量会少一点 让我们可以走得比较稳定 那这样稳定的话 可以自力利他 然后这个事情更合格 主要是要这样的心态来去做这些修行的一个功课 这样子 可以吗 感谢师傅 感觉就是明白这个道理以后 就是我自己感受就是说 就是对这个因果这要有敬畏感 然后每个起心度面真的是挺重要的 就是对对 好谢谢师傅把我这个问题理清了 是是好谢谢您的分享跟提问 我也是其实就是在讲这一些 他的一种说明方式 个人觉得是有感 就是说你起了一个起心动力 你就种下一个种子 那这个种子它就会跟你那个起心动力 动念的这样的一个的一个活动是同样性质 所以恶的它就会敢熏的心的恶 那我们就会有感 就是我们要净化我们内心的这一些种子 那怎么样去让它淡化这些恶的这个成分 就是多注入散 就是阿拉雅它就是一堆杂然种 那如果当我们如理思维 它就有它就有点像我们一个黑色的海绵 慢慢慢慢的把这堵汁把它挤出来 然后多在这个淡清净的水 不断反复的这样去去冲洗冲洗 它的黑色的这个成分就会慢慢减少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让阿拉雅也是比较净化 就是多注入散的这一些种子 那个人对于为师这一段的开示是很有感的 如果我们不太敢起这一种不散的心念 因为知道就很快就染污我们的阿拉雅了 那我们也要净化又更退一步了 那如果我们有清净的种子 比较清净的种子注入 那我们就离我们目标就更进一步 那这个是我们对于为师这段开示的一个理解 好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没有感恩师傅 谢谢您的提问 我们今天问答的课程就到这里 好 那我们就到这里 最后回向 好 那大家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伍及于一切 伍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